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 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伊朗五日宣布停止履行议和协议 同一天 伊拉克议会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离其领土 虽然伊拉克议会的决定 对美军产生不了实际约束力 但伊拉克总理麦赫迪也持同一立场 老胡相信 华盛顿一定感觉到了 今天的中东局势 要比美军杀死苏莱曼尼之前更加棘手了 杀死苏莱曼尼使得美国在中东陷入本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孤立 到目前为止 除了英国姗姗来迟的复核 几乎没有国家公开支持华盛顿的这一行动 在伊拉克向美军发出逐克令后 特朗普总统表现出极度的愤怒 他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 如果伊拉克以不友好的方式要求美国撤军 美国会对他们进行前所未有的制裁 他会让伊朗受到的制裁反而看起来温和一些 他还说 美国在伊拉克有很棒很贵的军事基地 花费数十亿美元建造 如果伊拉克不做出赔偿 我们不会离开 大家瞧瞧 伊拉克议会这么一个决议 一下子 让美国陷入了多么严重的道义窘境 这恰恰说明 美国在中东的表现很差劲 在道德上非常脆弱 老胡相信 美军在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必将进一步恶化 美国的中东政策不能不说 非常失败 美国的体制决定了 它常常很难周密的处理一个复杂的问题 而只能采取简单化的决定 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 美国偏偏又陷入对其强大实力的自我膜拜 不断采取想当然的简单措施 拉起新的战线 而每一次这样做 结果都事与愿违 小博士总统曾经想改造伊拉克 甚至中东可谓雄心勃勃 当时的美国人肯定没有想到 在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金钱成本之后 伊拉克却更像是被伊朗改造了 现在特朗普政府一定认为 杀死苏莱曼尼可以杀鸡净猴 但这一暗杀所激起的愤怒 显然大于他所带来的恐惧 世界上的大部分暗杀都适得其烦 华盛顿居然忘了这一点 最近几年美国的军费在继续上涨 华盛顿竟认为美国的军力不足了 要比其他大国强出好几代 他们才安心 觉得这样才有利于实现美国的日常利益 这反映了华盛顿正在陷入前所未有 畸形的国家安全观 美国那么大的实力在手 在伊拉克又花钱又死人 到了伊拉克不仅不感谢他 还把他往外赶 太没面子了 他们自己要是不反思 我觉得上帝也帮不了他们 谢谢 谢谢